分享经济,每个消费者同时也是投资者创业者,进入2018年,以互联网交为代表的生产技术的革新,正悄然而至,将引起一场消费关系的大解放,我们的购买方式,支付工具,分享渠道都将改变,甚至有相关业内人士预计,一旦真正进入这个崭新的时代,传统的消费理论和经验都统统失效, 类似淘宝这样的电子商城,也将面临负面,进入这个革命式变化时代,作为消费者在以往的生产消费环节中所扮演的消费角色也将得以转变,升级成为消费商,首届消费资本高峰论坛消费创业,那么,什么是消费商? 从概念上解释,消费者即是经营消费和消费群的商业人士,实际上,消费商的概念在中国才刚刚推出,在国外有一个相似的概念,翻译到中国叫生产消费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 这也意味着,一直只有经营者赚钱的时代将成为历史,消费者只需要改变一项思维,做资源的整合者,找到更多优惠的消费渠道,找到更多迷茫的消费者,作为消费群体的意见领袖,那么也可以参与到商品的利润分配中去,为同或审核,视频无法播放,消费者是每个人从出生后,始终改变不了的身份, 可是,多数人偏偏习惯将房子,车子这种家庭大型的开支消费,是为一种投资,却忽视了80%的日常消费,而正是日常消费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财富,按2010年,北京市人均消费18165计算,一个人如果活到75岁,以身控累计消费136万元,其中80%109万元用于日常消费, 著名经济学家认为,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正是隐藏在消费过程中,消费市场就是一个庞大的金矿,神秘不止消费不止,这个庞大的市场成就了连续13年,世界500强第一名的沃尔玛等流通局的公司, 遗憾的是,消费者自身很难参与利润分配,因此,经济学家陈于教授提出了一个新的消费理念,消费者也能成为资本家,也叫消费投资,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生产厂交根据消费者的消费额, 把中间流通环节利润的部分返还给消费者,消费者购买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消费,同时变成了一种储蓄和投资行为, 其实,很简单,只需要消费者把家庭开销中的一部分换个品牌用一用,因为产品品质好,你很自然的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他们因为你的分享聚集起来,共同加入这个消费群体,一起换品牌消费,畅商感恩你的分享, 把原来被中间流通渠道转走的利润返还给消费者,这就是所谓的消费投资,开始变收入, 当美国经济学家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便在世界迅速的推广开来, 他将原有的商品流通环节,工厂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变更成,工厂消费者,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把原来被中间流通环节赚走的利润返还给了消费者,这就是改变固有模式的魅力, 消费商首先也是一个商业主体,作为一个全新的商业主体,有着他独特之处, 一,消费商是全新的机会营销主义,他给予别人的不仅是产品而且还是机会, 二,消费商主导的是,花本来就大花的钱,赚单来赚不到的钱,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利润分配规则, 三,消费商不需要大投资,没有员工也不需要管理,是零风险的一个商业主体, 四,消费商只是在做一种省钱加赚钱机会的传播者,不负责具体的经营,是最佳的财富自由的经营者, 五,消费商是一个最清几产的商业模式,六,消费商带来的是一种消费革命, 要消费者也参与了利润分配,让更多人成为消费商,分配更加合理, 消费商时代的来临,总理在达沃斯提到了,目前全球分享经济成快速发展趋势, 成本小,速度快,众人创富,形成财富合理的分配格局, 在出口,投资都萎缩的当下,14亿人口的消费,亦是国家大力支持的产业, 只有大破人有流通渠道分配方式,要消费者参与消费中的利润分配, 让消费增值,开支变收入时,广大国民才会踊跃参与到消费中来, 实现真正的拉动类似,经济活动已进入终端, 谁能拥有变锁定消费者,谁就能赚钱, 现在,每一个做生意的人都在想着这件事,如何拥有变锁定消费者, 正如马化腾在一次互联网大会上分享,当你的用户群足够大时, 你的业务模式不再是问题,也就是说,你拥有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时, 你卖任何产品都赚钱,前提是这个产品是不损害消费者, 可见,在眼下的清晰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将以消费者为核心, 消费商也将成为时代的宠儿, 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如何积极参与财富分配做一个消费商呢? 信息时代的经济竞争,是以消费者为核心, 那么,作为一个有眼光和能力的消费者, 就有必要把自己身边的消费者组织起来, 带领大家一起与生产商共享财富分配, 因为组织和管理了消费者, 付出了劳动,就会有收益, 这就是商业行为,所以这样的消费者, 就是一个商人,因此叫消费商, 其实,消费商的行为早就存在, 只是人们忽略了这个概念, 比如,你买了一件漂亮, 价格低廉的衣服, 给你的同事,朋友说了后, 他们不知在什么地点, 你就带他们去购买, 也就是说,你引导了消费, 但是,买衣服地老板没给你任何好处, 最多算帮了朋友一个忙, 此时,你的行为已是一个消费商的行为, 不过,你这个商人没有赚到一分钱, 做着没有收益的商业行为, 竞争消费者的过程, 也就是拥有和锁定消费者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使消费者从翻三走向联盟的过程, 在这个新时代的竞争过程中, 不是由生产商来完成, 也不是由流通商来完成, 而只能由我们这些消费者来完成, 因为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容易在观念上达成统一, 行动上采取合作,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曾经有无数的生产商和流通商, 联合起来将我们消费者的钱掏走, 只留下价格之低, 甚至可能是偎略的产品, 一次次伤害了我们善良的购买欲望, 让我们失去了快乐消费的信心, 既然是消费者从分散走向联盟的必然过程, 那么作为一个消费者, 今天你不主动去团结别人, 使自己成为一个消费商, 明天就是别人来团结你, 他会成长为一个消费商, 其中的经济利益关系, 不必多说,也许过不了多久, 你与朋友见面打招呼时, 他会自豪地告诉你, 他是一个消费商, 消费者成长为消费商, 将是一场浩大的革命, 人人都是消费者, 人人都是消费商, 消费者成长为消费商, 将是知识性商机, 新经济时代的来临, 消费者成长为消费商花本该花的钱, 赚人本赚不到的利润, 人人都能参与, 分享就能赚钱,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消费商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职业, 也会成就一大批富翁, 转趋势, 找平台, 抓机遇, 未来以来, 我们拭目以待, 金融支付, 摸刷2.0, 目前就是一个成功运用分享经济模式的项目, 把好的产品分享出去, 你也能赚取利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